陈书贞女士名下 建华西路1106号花园洋房 含阁楼阳台花园产权 交由姚志明先生继承 陈书贞女士名下 始建于1930年至1938年间的 位于徐汇区建华南路和富阳路交界处的 新安里酒店群 为陈书贞女士名下所独立持有的产业 产权交由京城律师事务所代为持有 为期十年 十年届满后产权过户到 麦成欢女士名下 为麦成欢女士所有 请问是麦成欢麦小姐吗 对 您是 我是陈书贞女士的代理律师 我们这次会上见过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我有一份陈书贞女士的遗嘱 需要您明天到我们律所来理他 我吗 是的 好的 谢谢啊 奶奶的律师跟我说让我明天去一趟律所 是关于奶奶遗嘱的事情 这种事情喊你就行了 干吗要叫上我啊 叫你不正常吗 你也是奶奶亲人啊 这么气定神闲的 难道不怕奶奶把好东西留给我啊 奶奶这么爱你 留给你也是应该的 你刚刚说有事要跟我说 什么事啊 要不咱们等明天去完律所 去吃个饭 我再告诉你 多大点事还卖关子 行吧 多大点事还要卖关子 你还要卖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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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遗嘱是由陈淑珍女士 本人亲自拟定 最近一次更改的时间 是陈淑珍女士离世的当天早上 陈淑珍女士将名下所有的首饰 赠予刘宛玉女士 感谢刘宛玉女士对麦家的付出 陈淑珍女士将名下账户中的所有存款 交由麦成欢女士继承 陈淑珍女士名下 建华西路1109号花园洋房 含阁楼阳台花园产权 交由姚志明先生继承 陈淑珍女士名下 始建于1930年至1938年间的 位于徐汇区建华南路和富阳路交界处的 新安里酒店群 为陈淑珍女士名下所独立持有的产业 产权交由京城律师事务所代为持有 为期十年 十年建满后产权过户到麦成欢女士名下 为麦成欢女士所有 在这十年期间 经营管理权由麦成欢享有 盈亏自享自担 麦小姐 陈淑珍女士让我律所代持的 新安里的产权期限为十年 十年后 产权过户到您名下 所以您现在全权享有 新安里花园酒店的经营管理权 这新安里原来是老太太的 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他怎么给了花园了呢 这还有一封信是留给姚先生的 请您帮我转交一下 那你还要跟他表白吗 你说麦成欢 我是以后叫他老板娘啊 还是把他当成竞争对手啊 老板 你先冷静一下吧 老板 你先冷静一下吧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的 这种事情多接受也得接受嘛 咱俩去放松一下 啊 你跟你爷爷一样 他那个时候做生意 向来算无一策 凡事都讲个利益最大话 我觉得做人跟做菜一样 如果只盯着结果 急功近利 菜没了温度 最终食客吃下肚子里 不会真心买单的 听说新安里落到了麦成欢手里 这就是你所谓的节奏吗 这是奶奶的遗住 我必须提醒你 你的时间不多了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了 老板 要不 我现在就订回瑞士的机票吧 你想回去 我不拦着 现在新安里已经是卖成欢的了 事已至此 咱们留在这儿也没什么必要啊 你还有心思在这儿钓鱼 奶奶没把新安里给我 是我抛错了干 她让我向麦成欢学习 又教会我人情大于利益 现在回想起来 奶奶都是为我好 没事 没事 反正我跟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了 你这也是第一次翻车 对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 咱们考虑清楚 之后要怎么做就行 继续等待 等 既然抛错了干 那就再抛一次 麦成欢是我抛干的参照五 我要想办法 把她手里的新安里拿回来 老板 深谋远虑啊你 钓鱼和做生意 道理是一样的 哎呀 墙都不服啊 我就服你 别用工作麻痹自己了 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奶奶吧 别用工作麻痹自己了 其实你笑起来的时候 挺帅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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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